首先欢迎大家又来参加我们这个月的文化熏陶课 那我们新月汉语和小大师呢 每个月第一个周六都会给小朋友们来上一节文化熏陶课 咱们这个文化熏陶课呢 是讲中国的文化或者说节日或者一些古代的诗词 欢迎小朋友们每个月都可以来参加 那上个月老师给大家讲了中秋节 对给新来的小朋友介绍一下 我是新月汉语的李老师 小朋友们在课上有问题也欢迎举手随时和老师沟通 那因为我们公开课小朋友会多一些 老师会尽量留意每个小朋友 如果没有教导你也不要着急 好那咱们上个月讲了中秋节 前几天小朋友应该是刚和家人一起庆祝完中秋节 对吗 小朋友们有没有吃月饼前几天 有吗 有我看到有小朋友点头吃了月饼 那咱们这个月要讲什么呢 我们这个月要讲的又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叫做崇阳节 崇阳节 那崇阳节有没有小朋友听说过这个节日呢 有 我看到Clark举手了 非常棒 崇阳节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中国很多人在这个农历的九月 也会庆祝崇阳节 那崇阳节是怎么来的呢 咱们呢 首先来讨论一下 刚才我看到有小朋友举手 知道崇阳节 那你们知不知道崇阳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 或者说在这个节日我们要做什么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有知道的小朋友可以举手说一说 不知道也没关系 咱们一会儿来讨论一下 来讲一讲 好的 看起来小朋友们都睁着大眼睛 在等老师揭晓答案呢 对不对 崇阳节呢 它又叫做崇九节 又叫做登高节 又叫做敬老节 有这么多的名字呢 那每个名字呀 都有它的含义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名字 一会儿我们来讲一讲 那崇阳节是哪一天呢 是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 这个又是跟着中国的农历的日子在过 咱们上个月讲中秋节讲到了 是农历的八月十五日 而崇阳节呢 是每年中国农历的九月九日 小朋友们可以跟老师说一下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那对应咱们这个公历呀 那就是今年2020年的十月二十五日 就是我们的崇阳节 这是在咱们这个十月份啊 这个中国的节日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关于崇阳节是怎么来的 小朋友们咱们和老师 一起来看一段小视频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 费私心 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一人 诗人王维这首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描写了藏代崇阳登高的习俗 表达了对家乡和亲人深深的思念 农历九月初九 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崇阳节 九为最大阳术 两酒相崇 九月初九 因此得名崇阳 也叫崇九 崇阳节历史悠久 三国时期文献 就有崇阳的记载 未进南北朝 出现了九月九日 登高可以躲避瘟疫 和洪水的文献记载 唐宋时期 崇阳被定为官方节日 燕饮 赋诗 成为当时崇阳节的娱乐活动 古人借诸于 必除恶气 护佑平安 变叉诸于 也成为崇阳习俗 崇阳花糕 是独特的节令高点 花糕的糕 与登高的糕 谐音 诗花糕 寓意步步登高 农历九月 已入木秋 群方凋零 唯有菊花 零霜傲放 菊花清热名目 菊花酒 延年益寿 赏菊 饮菊花酒 也成为崇阳民俗之一 此外 北方少数民族 还在崇阳节 融入奇社 围猎的运动项目 九月的酒 谐音长久的酒 象征长寿 尊老敬老 历来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 那这段小视频呢 就给我们讲了 崇阳节是怎么来的 以及崇阳节的一些习俗 咱们呢 就来详细的看一看 首先这个节日 为什么叫崇阳节 那这个节日啊 它在中国农历的 九月九日 那在中国古老的一本书 叫做《易经》里面呢 《易经》啊 把六定为阴数 然后呢 把九啊 定为阳数 所以呢 九这个数字 代表着阳数 那我们看看 那我们看看 九月九日 有几个酒在这个日子里面 两个 对不对 两个 有两个酒 在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写两个酒 那酒吧 代表着阳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太阳 两个阳 我们就叫做 重阳 为什么呢 这里的重啊 咱们一会儿会学这个字 这里的重 代表重复的意思 就出现了两次的意思 重阳代表两个阳 九月九日 所以又被叫做 重阳 咱们呢 来读一下这个节日的名字 好不好 重阳节 重阳节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 在跟着读 非常棒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 重阳节是哪天 小朋友们 是中国农历的哪一天 有谁记得 不知道 忘记了啊 Francis说 不知道 刚才老师讲的是 几月几日 我看到有小朋友举手 你可以来说一说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非常棒 很棒 小朋友们 九月九日 对了 是中国农历的九月九日 那我们今年的重阳节 是 十月 九月九日 没错 小朋友们非常棒 好的 那我们今年的重阳节 落在了 十月二十五日 因为每年中国的这个农历 和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功力 都是日子 都是在变的 好的 那我们讲完了重阳节的由来 和日期 咱们看一看重阳节的习俗 重阳节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习俗就是 灯高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老师说一下 灯高 灯高 就是爬很高的 可以爬山 比如说爬很高的山 或者也可以登很高的塔 那人们呢 在重阳节这一天 就很喜欢到很高的地方去 这是重阳节的一个习俗 所以啊 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二十来天 就到重阳节了 小朋友们也可以 和爸爸妈妈 特别是家里的老人 一起去登高 比如说爬到附近的山 或者去高楼高塔都可以登到高处 这是重阳节的一个传统习俗 还有一个习俗呢 叫做晒秋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老师读一下 晒秋 晒秋 那重阳节啊 人们很喜欢赏秋 人们会到郊外去欣赏秋色 因为秋天特别特别 各种叶子都变了颜色 那小朋友们 上课的时候 咱们交流的时候 再打开声音 好不好 有的那个小朋友 我们可以先保持mute 好吗 然后呢 有问题 咱们举手 好 那 中国呢 这个在过重阳节的时候 人们喜欢去郊外 赏秋 欣赏秋色 但是呢 还有很多地方 有一个传统叫做晒秋 什么是晒秋呢 让我们看看这幅图 人们在秋天的时候 会收获很多农作物 很多庄稼 各种各样的菜和果实 那人们呢 就会放在院子里面 把这些菜给晒一晒 晒干 可能更好保存 但是呢 在好多地方呀 有一些山区 你们看这些房子都是依山而建的 在这些山区没有什么平地 人们呢 那就在阳台上架上一些杆子 然后晒这些农作物 慢慢慢慢呀 就形成了一种农俗 很多人还专门会去这些山区来观赏 每年秋天 特别在重阳节前后 人们啊 晒秋 这个习俗就叫做晒秋 那老师给小朋友们看一段视频 就是中国一个小村落 叫做黄里 这里晒秋的景象 你可以看到每家每户 晒了很多庄稼出来 红色的黄色的 有玉蜜蜜蜜蜡蜡蜡蜡蜡蜡 等等收获了 都会放在阳台上晒 这么多 这种马高度 热光 很美 壮观的一个景象 这也是重阳节的一个习俗 晒秋 那重阳节还有一大习俗就是赏菊 赏菊 这种花呢 叫做菊花 菊花呢 是中国人很喜欢的一种花 它是很代表长寿的一种花 因为菊花呀 它在秋天开放 在秋天的时候 很多花都已经凋谢了 但是呢 菊花呀 偏偏是在秋天寒冷的季节开放 所以呢 它成为了有生命力的象征 那 九月的时候 农历的九月 也就是咱们现在公历的十月 被称为菊月 因为这个月呀 菊花会盛开 那基本上现在呀 中国的每个城市到了秋天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会办这个赏菊的活动 漫山殿也都是菊花 在很多公园里人们也会放上各种各样的菊花 那这个人们呀喜欢一家出游出去赏菊 那小朋友们看老师放的这幅图里呀 这个人是扶着他的奶奶一起去赏菊 重阳节是跟老人有关的一个节日 一会儿咱们会讲到 那除了赏菊之外呢 人们还会把菊花做成菊花酒 在重阳节的时候啊 古人 中国的古人 有饮菊花酒的习惯 那这个菊花酒呢 特别的清香 喝了呢 也不醉人 这个很美 那人们边赏着菊花 你看边赏着菊花 边悠哉悠哉着喝着菊花酒 真是很美的一个景象 咱们可以说一下这个习俗 饮菊花酒 饮菊花酒 那还有什么习俗呢 重阳节的一个特色食物呀 是重阳膏 跟着老师可以说一下 这个习俗是吃重阳膏 吃重阳膏 这种糕点叫做重阳膏 重阳膏呢 又被叫做花糕 它呀 是很多层的 它是用这个糯米粉做出来的 你们可以看这个图里啊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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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阳膏会做得很高 它呢 这个重阳膏的膏字和灯膏的膏字 是一个音 所以呢 有些人可能重阳节 没有办法去灯膏 那他们就吃这个重阳膏 来代替灯膏 然后呢 有的时候 人们还在这个重阳膏上 会插上一些小红旗 代表猪鱼 那一会儿我们看一看 什么是猪鱼 吃重阳膏 也是重阳节的一个习俗 那咱们在美国 可能不一定能买到重阳膏 但是在这一天呢 我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 吃一些中国的糕点 来代表一下 那刚才讲到猪鱼 这个呀 是重阳节的一大特色 人们在重阳节这一天 会往头上插猪鱼 或者呢 是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猪鱼呀 摘下来 放在箱袋里面佩戴 那很多时候主要是女性 还有小孩子 会插上猪鱼 但有的地方呀 男子 就是男性 也会佩戴猪鱼 往头上插 或者是往身上插猪鱼 你们看这里画的就是猪鱼 人们觉得呀 这个在重阳节这一天 插上猪鱼 可以避难消灾 就可以 可以让人们平安 那猪鱼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 图里的这个就是猪鱼 你们看 是一种红色的果实 这种果实啊 它可以做成中药 那它呢 可以就是人们觉得呀 它可以驱虫 还可以去尸 所以人们觉得 我插上猪鱼在身上呢 在秋天的时候 就可以让我不生病 所以人们在重阳节这一天 喜欢往头上插上猪鱼 也很好看 对不对 头上插上这个红色的果子 插一串 很好看的 咱们来读一下 这种植物的名字 猪鱼 猪鱼 这个是重阳节的一大传统习俗 而且重阳节呀 那我们现在的重阳节 有了新的含义 现在人们把每年的 这个农历酒业酒日啊 定为了老人节 那就成为了尊敬老人 爱老助老的一个老年人的节日 所以呀 在重阳节这一天 人们呀 也很倡导家人团聚 那比如说咱们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这个比较忙碌 平时过的啊 上班上学比较忙碌 在重阳节这一天 人们往往都会回去 看看老人和老人团聚 那可能带着老人一起出去 登高 一起出去赏菊花 叉诸鱼 那所以重阳节呀 也被叫做敬老节 就是尊敬老人的一个节日 那小朋友们 咱们就想一想吧 我们应该怎样尊敬老人 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还有啊 其他的老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尊敬老人呢 有没有小朋友想说一说 有小朋友来说一说吗 那边想说一说 好的 你打开自己来 我不想要说 是妹妹故意让我成功 好的 没问题 还有谁 Francis在举手吗 是的 好 Francis来说一说 在家 在家也可以尊敬老人 Francis说的特别好 那咱们来看一看 像如果说小朋友们 现在是和爷爷奶奶 老老老爷一起住 或者说时不时 可以见到他们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 有的时候 给他们吹吹背 或者呢 和他们一起溜溜弯 这都是很日常的小事 对不对 咱们可以做到 然后呢 当然有的时候呀 比如说咱们在美国 可能呢 咱们家的老人在中国 离得比较远 或者说在其他的城市 那我们有的时候 咱们现在有科技手段 对不对 我们呢 也可以经常和他们 视频通话 或者来给他们 画一些话 写一些祝福的话 送去我们的礼物 那平时呀 我们该怎么对待老人呢 应该尊敬 比如说老人这个 要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搀扶一下 因为老人有的时候 可能走路比较慢了 行动不便 我们可以搀扶一下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在外面 公交车上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座位的时候 咱们坐在座位上 看到老人上车了 我们也可以让座 因为老人可能站 站得不是很稳 所以呢 我们在生活中啊 各种大事小事上面 咱们要尽量记住 尊敬老人 可以帮助老人 这个是中国 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美德 而在重阳节这一天呢 都是敬老的节日 那我们就更要做到 咱们现在就可以想想 重阳节快到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自己的爷爷奶奶 老老老爷 准备一些什么礼物 对不对 录一段视频 或者呢 画几张画 也表达我们的祝福 好的 那咱们现在想想 记住了哪些重阳节的习俗 小朋友们可以说一说 你们记住了哪些重阳节的习俗 好的 我看到有小朋友举手了 可以来说一说 老师打开你的声音了 小柠檬 小朋友 灯高 灯高 好棒呀 记住灯高了 很好 还有哪个小朋友想说一说 还记住什么习俗了 小柠檬非常棒 记住了灯高 还有没有小朋友 记住什么习俗了 可以举手来说一说 这样老师可以帮你们打开声音 还有吗 这次是Oliver举手是不是 嗯 你能帮助那个老人 那个老人 没错 是的 要帮助老人 敬老爱老 很好 Oliver说的很棒 Francis也举手了 Francis来说一说 做一个 画一个画 是的 也可以画一个画 送给自己的爷爷奶奶 哇 小朋友们记得非常清楚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准备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看 重阳节还有什么习俗 记不记得这个习俗叫做什么 晒 我看到小朋友们说了 晒秋 很棒 晒秋 有一个小朋友举手 你可以打开自己的声音 来说一说 重阳节还有什么习俗呢 加薪小朋友 你来说一说 可以爬高山 哦 没错 爬高山就是灯高 很好 小朋友们把这个记得特别清楚 对不对 非常棒 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灯高 灯高 所以咱们在重阳节这一题 灯的高高的 爬山 灯的特别高 还有呢 赏菊花 和饮菊花酒 对不对 赏菊 还有饮菊花酒 还有什么 我放在你头发上面 猪鱼 对了 很好 你们记得很清楚 插猪鱼 太棒了 还有呢 吃什么呢 吃 虫羊什么 我已经看到 还有小朋友举手 你可以打开自己的声音 可以打开自己的声音 Jordan小朋友 说一说 吃虫羊糕 吃虫羊糕 对不对 哎 虫羊糕 很好 这个名字有点绕口 是不是 吃虫羊糕 很棒 Jordan小朋友 谢谢你 那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 Oliver说的 插猪鱼 往头上 插猪鱼 很棒 小朋友们记得很清楚 这是 虫羊节的习俗 那我们啊 了解了 虫羊节的来历 还知道了 它的习俗 咱们学几个 虫羊节的声字 我们来看一看 咱们学几个 简单的声字 首先 这个字啊 跟着老师读一下 读作 虫 虫 可能有小朋友 会很困惑 如果说你们 学过这个字的话 它还有一个读音 叫做 重 对不对 轻重的重 很重的重 咱们看这幅图啊 这是这个字的甲骨文 它就表示一个人 在背着很重的东西 负重前行 但是呢 这个字是个多音子 它呀 读作重 也读作虫 当它读作重的时候 表示的 就是特别重的东西 它的来历 其实也是这样 很像是 你看这是它的甲骨文 很像是一个人啊 背着一个大口袋啊 这个大口袋 非常的重 你看这个上面 还扎 扎得紧紧的 下面也扎得紧紧的 重 重这个字就是这么来的 就像一个大口袋一样 上面扎得紧紧的 下面扎得紧紧的 里面装了很重的东西 但是呢 后来呀 它又发展出了 另一个音 就是重 当它读重的时候呀 就是表示 再怎么样 又一次怎么样 重复的 英文就是double 再一次 又一次怎么样 所以呀 落到咱们这个节日 重阳节 还记得它这个重阳节的来历吗 九月九日 两个九表示两个阳 所以叫做重阳 那这里呀 咱们一起再读一下这个字 重 重 表示重复 又一次 再一次的意思 这三个字 我们再读一下 重阳节 重阳节 那学了重了 咱们就看看 这个字 有没有小朋友认识的 这个字 有吗 哦 Ember举手了 Ember来说一下 这个字 读做什么呀 很棒 Ember 这个字读做 羊 对了 非常棒 羊 好的 那我们看看 羊这个字 是怎么来的呢 羊啊 以前就是 画了一座山 然后表示 太阳 能照到的地方 那慢慢的呀 把这座山 就写成了这样 左边是一个双耳旁 右边慢慢 这个写出了一个日 它表示 最早的意思 是受光的山坡 就是太阳能照到的山坡 后来慢慢把这个山 写成了双耳旁 给它竖过来写了 而它的右边是个日 代表太阳 太阳能照到的山坡 就是像阳面 这个字就是阳 后来慢慢 阳啊 就代表太阳 阳光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个字 阳 阳 这里咱们来组个词 这是什么呢 太阳 太阳 很棒 很多小朋友在跟着读 非常好 那我们认识了崇阳 这两个字 崇阳有个非常重要的习俗 刚才小朋友们都记住的习俗 就是 登高 这个字读作 登 登 登这个字呀 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我们仔细看 它下面有个什么字呢 谁认识它下面的这个字 可以来说一说 它下面的这个字 我看到有小朋友举手了 有几位小朋友举手 我没有在举手 好的 这一位小朋友是 大汉 大帅 是吗 来说一说 下面的老师框出来的这个字 叫做什么 豆 豆 特别棒 虽然有点害羞 还是很有勇气的说了出来 豆 对了 下面啊就是豆字的豆 大汉非常棒 那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登这个字呀 你们看这副组 这是在以前的甲骨文 就像一个人手捧着豆子 两只脚在往前卖 往哪卖呢 往楼梯上面去卖 双手捧着一缸豆子 两只脚往楼梯上面走 走上祭台 来献给神灵 献给天上的神仙 这是人们啊 在要祭祀天上的神仙的时候 要做的一件事 那 灯这个字呀 这里的灯啊 就表示它在往上走呢 在灯高呢 捧着豆子 登上这个祭祀的神台 所以 登这个字就是这么来的 下面是个豆子的豆 上面啊 这其实是左边一只脚 右边一只脚 在往上走的样子 这个字 就写好了 读作 登 意思是 爬高的意思 往上走的意思 咱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字 登 登 那咱们来组个词 有没有小朋友能读出这个词呢 这两个字怎么读呀 我已经看到有小朋友 啊 在读了 非常好 你可以打开你的声音吗 这位穿红衣服的小朋友 登山 特别棒 然然小朋友 登山 读得很好 登山 这个人登到了很高的山上 特别棒 那我们再看这个字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认识 这个字 读作 高 高 高这个字呢 这就是它的甲骨 就像一栋高楼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一栋高楼 我们看高楼有好多层 首先它有尖尖顶 然后呢 有窗户 又有一层 然后又有窗户 这样一层一层画起来 当然咱们这个高这个字 不能写这么多层 不然写不完了 对不对 然后到最下面 是一扇大门 后来呢 我们高这个字 其实就是画了两层楼 这里的一点一横 代表它上面的尖尖顶 建筑物上面的尖尖顶 这是一层楼 然后呢 这是一层楼 下面的口啊 代表它进门的这个大门 高就写好了 像一栋很高的高楼的样子 这个字我们读一下 高 高 那这个词小朋友们能读出来了吗 咱们学了第一个字 学了第二个字 我们能不能读出来了 这两个字 让那个小朋友想读一读 好的 Amber来读一下 登高 特别棒 谢谢Amber 登高 小朋友们一起读一下 登高 登高 我们重阳节要登到高高的地方 对不对 要登高 然后可以欣赏风景的 心情也会很好的 所以咱们这个月可以跟家人一起登高 特别是可以带上家里的老人 那咱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 9月9日 登高望远 登高望远 就是登到很高的地方 可以望得很远 往远处去望 这个意思 9月9日 农历的9月9日 重阳节 可以登高望远 那这里我们再读一些 跟重阳节有关的词 这三个字 有没有小朋友能读出来了 咱们刚才学了一遍 对不对 有没有小朋友能读出来了 这三个字怎么读 你们可以举手 好 Clark来读一下 你可以打开自己的声音读一下 会要mute吗 Clark 这三个字怎么读 这三个字怎么读 嗯 不许是忘了 想一想 重什么 重阳节 对了 重阳节 非常棒 没事 我们一遍遍读就能记住 对不对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读一下 重阳节 重阳节 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节日 这几个字怎么读 是不是 很简单的 我已经看到有小朋友举手了 我们可以读一读 来 可以打开自己的声音 这位小朋友 读哪个 Jordan 读一下 Jordan 怎么读 已经好了 九月九日 对了 九月九日 Jordan很棒 九月九日是重阳节 很好 小朋友们要记住 农历的九月九日 是重阳节 那今年是 十月二十五日 这一天 好 你们还记不记得 这种花 是什么花呀 还记得吗 哇 这么多小朋友举手呀 好 我随机请一位小朋友 请两位小朋友 来说一说 好不好 这种花叫做什么花 你们可以打开自己声音 来说一说 菊花 哦 菊花 很棒 然然和嘉欣 小朋友 很棒 菊花 对了 重阳节的时候 我们要赏菊花 大人要喝菊花酒 对不对 很棒 你们记得很清楚 哎 挑战来了 这种红色的果子 我们要在重阳节的时候 插在头上的 叫做什么 谁还记得 谁还记得叫做什么 哇哦 好几位小朋友举手 那我打开这几位举手的 小朋友的声音 你们来说一说 我已经打开了 加西克拉尔克的这个话筒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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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猪鱼 猪鱼 猪鱼啊 猪鱼 哇 几位小朋友都读出来了 猪鱼 对了 朋友们 这个 猪鱼 你们可能平时没有听过 没有见过 但是咱们就把它给学会 这种植物的名字叫做 猪鱼 猪鱼 哎 猪鱼 这一天我们要 从头上或者身上 插猪鱼 猪鱼 好的 那记不记得 这种食物叫做什么呀 啊 我看吗 还是有不少小朋友举手呢 说明你们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需要打开自己的声音来说一说 这种食物叫做什么呢 重阳糕 重阳糕 是的 啊 重阳糕 Wincent还有嘉欣和Jordan读得特别好 重阳糕 对了 那这里啊 咱们来学一个字 这个字读作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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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阳糕的高 我们看高这个字 它左边是什么字 小朋友们看一看 米 对了 左边是米 右边这个字呢 高 高 阳糕的高 阳糕就是小小的阳的意思 那它左边的米啊 表示 它是米 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 它把米磨 磨碎了 磨成米粉 然后做出来的高 右边的这个高字啊 表示 阴 它用了高这个字的阴 左边是米 右边是高 拼出来这个字 还读作 高 咱们读一下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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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一般代表各种高点 不一定单指重阳糕 蛋糕也是这个糕 它代表各种高点 Dessert 各种高点 那这里呢 重阳糕的高 和蛋糕的高 是一个高 高 咱们把它记住了 现在呀 我把小朋友们的声音都打开 你们和老师一起来说一说 重阳节是农历的几月几日 九月几日 哇哦好棒 九月几日 对了 我们听一下 重阳节是农历的九月几日 那你们记不记得 我们要赏什么 赏什么 赏桔花 赏桔花好棒 咱们说一下 我们赏桔花 灯什么呢 灯什么呢 对了 灯糕 咱们说一下 灯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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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呢 这种诗字叫什么 大理教学 羊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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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那个字怎么猜到 那个字叫 龙羊糕 龙羊糕 那字叫 龙羊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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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朋友们 咱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一段话 重阳节是农历的九月九日 农历的九月九日 我们赏龙羊糕 我们赏菊花 灯糕 吃重阳糕 吃重阳糕 插猪鱼 小朋友们非常棒 记得很清楚 接下来呀 我们来学一首重阳节的诗 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 大家一说到重阳节都会想到这一首诗 这首诗的名字很长 试着跟老师读一下这首诗的名字 九月九日 亦山东兄弟 九月九日 亦山东兄弟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九月九日 小朋友们已经知道了 代表重阳节 对不对 亦是回忆思念的意思 山东兄弟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就要说说这个诗人 诗人是中国唐朝的一位著名诗人叫做王维 王维 小朋友们可以跟我说一下他的名字 他很著名 王维 这首诗是王维十七岁写出来的 那当时他自己一个人飘泽在外 在当时的洛阳和长安之间游历 那离他的家乡很远 他的家乡在山西 山西的浦州 而浦州啊 在中国一座山叫做华山的东面 所以他管自己的家乡啊 叫做山东 其实他不是中国山东人 他山东是指的华山的东面 指的他的家乡浦州的意思 山东兄弟指的是他家乡的那些好友兄弟们 所以这首诗的诗名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表示的是重阳节的这一天呢 他登高啊 然后想起家乡的亲人朋友们 很是思念 是这样的意思 小朋友们跟着老师再念一下这首诗的名字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诗人是唐王维 唐王维 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 这里呢 跟着老师读一下这首诗 读在一乡为一刻 读在一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 背思亲 每逢佳节 背思亲 瑶芝兄弟 登高处 瑶芝兄弟 登高处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读在一乡为一刻 意思是他自己一个人呐远离家乡 到了别的地方啊 去漂泊 成了别的地方的客人 一刻就是其他地方的客人 那他不是在自己的家乡了 所以呢 他很想念自己的家乡 第二句 每逢佳节 背思亲 这是很著名的一句诗 就是每到了过节的时候呀 就更加的思念自己的亲人 因为离得特别远 那时候不像咱们现在 有飞机 有轮船 有火车 一下子就能赶回家了 那时候回家要几个月 特别的远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家和亲人过节 月到过节了 看着其他的人们都是家人团聚 而他自己一个人 所以每到过节的时候 他就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 这一句诗特别的著名 跟着老师再读一下这一句 每逢佳节 背思亲 每逢佳节 背思亲 第三句他写着 姚之兄弟 登高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一天是重阳节 所以呢 他远远的 他不是知道 他应该是猜到 他远远的猜到 兄弟亲人们 也会和他一样 登高 当然他登的是他现在 所在的地方的山 而亲人们应该登的是家里的 那座山 所以他想到 同样是重阳节这一天 他在远处登山 而他的兄弟亲人们 朋友们 在家乡 在家乡登山 所以他就想到 我们都在登山 但却隔得这么远 最后一句 变差 诸鱼 少一人 什么意思呢 他想到 他家乡的兄弟 亲人 朋友们 可能每个人 头上身上 都插了诸鱼 但是就少了 他这一个人 因为他在 很遥远的地方 这就是 变差诸鱼 少一人的意思 所以这整首诗啊 都是写了 在重阳节这一天 王维呀 他一个人 在外漂泊游历 然后一个人 登了高山 想到他家乡的亲人 应该也在这一天 在登高 但是呢 却少了他这一个人 表达他很想家 思念家乡 咱们再来读一次 这首诗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唐 王维 独在一乡 为一客 每逢 家节 被私亲 姚之兄弟 登高处 变差诸鱼 少一人 好的那 这首诗啊 就是 大家一想到重阳节 都会想到这首诗 小朋友们可以熟读一下 那重阳节 小朋友们要记得 问候家里的老人 即使我们隔得再远 咱们也要问候一下他们 像刚才老师说的 可以画一幅画 或者唱一首歌录一个视频 发给他们 表达我们的思念 那 同样呢 在最后老师也介绍一下 我们新月汉语的 画字课 我们每节课都会用 这个画字 来讲故事 然后呢 教小朋友们一些 生字成语和好玩的 这个传统故事 也欢迎大家报名 我们除了画字课之外呢 还有进阶的 十字课 以及AP课程 还有非华译的 就是如果你在家 不是说中文的话 我们说英文的话 我们也有相应的 非华译的课程 欢迎大家 报名新月汉语的中文课 那也提前 祝大家重阳节快乐 记得重阳节的习俗 咱们这个月 可以和家人 一一坐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 重阳节的这首诗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多读一读 背一背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 文化熏陶课 就上完了 李老师很开心 又跟大家度过一个 美好的周末 那就提前祝大家 重阳节快乐 我们下次 文化熏陶课再见啦 小朋友们 我把大家的声音打开 咱们可以说个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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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lls Semn类 Hay �� Sw se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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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拜拜